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胜利日也没有胜利 以为72小时拿下乌克兰 结果一打超过72天的俄乌战争 俄罗斯总统普丁选在苏联二战击败纳粹德国77周年 aka5月9号胜利日 在莫斯科红场发表阅兵演说 Russia has always been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security of equal and reliable the security that's needed by the whole world community in December last year we proposed to make a treaty of non-security guarantees Russia called for a search for compromise solutions but that was in vain NATO countries didn't want to hear us and this means that in reality they had quite different plans and we saw that they were openly preparing another punitive operation in Donbass 一袋米要扛起龙 一袋米我洗了那么多泥 和那堆黑娃娃可拉 组定把俄罗斯描绘成受害者 谴责外部威胁削弱和分裂俄罗斯 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俄国边界制造威胁 西方正要入侵大家的土地 we could see how military infrastructure was being developed how hundreds of foreign advisors were at work regular supplies of the most modern weapons from NATO danger was increasing every day Russia repelled this aggression in a preventive way this was the only correct decision and it was a timely decision I thank you for our foolish forces for Russia for victory 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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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分钟演说中只字未提乌克兰 没对当下战事进展提出评估 不讲战事持续多久 但承诺尽一切努力照顾 因战争遭受丧亲之痛的家庭 大袖军事肌肉的阅兵大典 在俄罗斯28个城市举行 动员6万5千人2400件军事装备 和至少400多架飞机 源于1945年5月8号的胜利日 是纳粹德国对苏联正式签订投降书 宣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条件投降纪念日 投降书生效是欧洲中部 为5月8号 莫斯科定为5月9号 每年在这天 欧洲各地都会以不同方式纪念 二战欧洲战场的结束 镜头转向欧美 看着俄国打到乌克兰家里 说西方侵犯国界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选在8号母亲节无预警出访乌克兰 与乌国第一夫人泽伦斯卡进行会面 表示美国人支持乌克兰人 抢先老公一步踏上乌克兰 成为继密血尔欧巴马后 第二个独自前往战区的美国第一夫人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也现身基辅 宣布重启大使馆并提供武器 法国总统马克宏 AKA欧盟轮值主席 直接向欧洲议会谴责俄罗斯 判尽快终结战争 我们现在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现在赢了 我们现在赢了 全球股市周一大跌 美股也延续上周跌市 由于投资人担心通膨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一度触及2018年高点 大盘面临沉重卖压 越过山丘才发现被疯狂倒货 跌跌不休 再也换不回亏损 股市破底再破底 厄乌战争导致原物料价格居高不下 中国封城影响供应链运作 再加上美国三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高达8.5% 通货膨胀创40年新高 美国联准会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 2020年股市如何飙涨 今年股市就照样加速跌落 本来的重点 成功危险的危机 必须水平保高达 区域电脑货币 会减缓通膨速度,美国联准会6天前,宣布升起两码0.5%并淡化鹰派, 升起三码的可能性,但也成为美国近22年,最大升起幅度。 升起不仅能提高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民众储蓄意愿, 导致投资者将股票等市场资金转为存放银行账户, 也会让房贷、学贷和信贷等贷款利息提高,有效抑制大众消费欲望, 减少市场货币供给量,以达经济降温减缓通膨, 同时也可能造成股市进入熊市修正。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美国联准会为增加货币供应, 紧急降息让利率趋近于0,全球股市也应升起涨, 如今疫情进入尾声,联准会继3月升息一码, 上周又升息两码后,6、7月都可能再升息两码, 投资一定有风险,NFP也是一种高风险投资。 至于股票2022年的流年运势,上半年应该是走失步, 搭配升息走迷马贵,连九天选女都救不了。 台湾宪法五权分立,2020年小英总统提名, 民进党前高雄市长,陈菊担任监察院长, 并由国民党前台东县长,黄建廷出任副院长职务, 却遭国民党强力反对,扬言用党即处分黄建廷, 随后黄建廷宣布退出提名, 花妈则经立法院通过后,退党晋升监察院长。 我不辨评论,你说呢? 孙毅仙的伟大构想,小英总统喊了六年, 都还没废除的监察院副院长的肥缺, 就这样介于有跟没有之间, 碰了两年也没人在乎, 直到昨日一一终于正式提名, 现任亲民党秘书长李鸿军接任监察院副院长。 第一时间,跟宋楚瑜主席, 有跟他面包, 那当然也得到主席的鼓励、勉励。 监察院这是超党派的, 所以就必须要辞掉亲民党的秘书长的职位, 那另外呢, 也要退党, 这个也是必须要做到, 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来寻求我们各党各派的大家的支持。 现年62岁的李鸿军, 日本大学结构工程学博士, 曾在立法院担任五届立委, 2001年得到宋楚瑜支持, 代表亲民党当选两届立委, 2007年改批国民党战袍, 继续连任两届, 2016年回国亲民党, 再度以部分区第一顺位当选立委, 2020年则未能以部分区连任, 这次李鸿军的副院长提名案, 无法再用党继处分的国民党, 看了看立法院过半的民进党立委, 跟少了国民党人马的监察院, 决定大局为重表态支持。 过去在担任亲民党总教的时候, 跟国民党团有很好的合作, 我觉得可以带动全民对监察院的可信度。 我觉得他没适合, 民进党的人, 还是保党的人, 应该会比他更好。 让你们猜一猜。 真是太幽默了美会, 元宵节都过三个月了, 还要我来猜谜, 那我猜应该是嘴巴上抱怨, 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带下同意票。 监察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监察机关, 可行使弹劾、纠据、监察等权力, 由29名监察委员组成, 其中一名为院长, 一名为副院长, 任期六年, 由总统提名, 并经过立法院同意任命, 李红军的人事案, 已在昨日上午送抵立法院, 不管你各位同不同意, 相信很快就会忘记他们的存在了。 百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